我跟佑婷都很好 然後我們也會一起陪小孩子長大 然後謝謝大家關心 那我們都很好 我昨天剛回來一下飛機 我就去大直找他們 他們現在住在大直 我一個人住在原本的家 那我知道佑婷她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生 她很有她自己的想法 我是尊重的 但是我們兩個賦予小朋友的愛 是不會改變的 那人生的路上有很多改變 我真的很謝謝大家關心 但我們其實跟一般人沒有什麼不一樣 就真的謝謝你們關心 我們是現在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她那天告訴我說 你要台北電影節了 怎麼會這樣 我跟她說你不用擔心 我會好好去面對 然後也請大家多多包涵 我們兩個真的就是個性很低調的人 真的很低調 我覺得私生活這個部分 像不應該去影響到公眾的事情 這是我從以前到現在做事情的標準 那我謝謝大家關心 然後雖然我跟佑婷已經分開了 但我們會一起好好的照顧小孩 然後再次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拍歌歌三 我覺得 因為我也是很納悶 我在跟他們開會的時候 我說 你們到底為什麼要找我 他們找了我三次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要找我 我也很老實跟那個製作單位講 他說因為你很帥 我說 我已經45歲了 可以不用這種荒唐的女朋友嗎 他說沒有啦 好奇 我說你們為什麼好奇我 我說我跟你們好像是不同市場的人 他說你可以來挑戰啊 什麼的啊 我就說 欸 你這樣講我反而有點興趣 然後就大概知道 他好像不是一個開玩笑的節目 也不是讓你耍帥的節目 是你真的要認真做的節目 所以我就抱持這種心情 然後我也是跟他們說 其實我是來偷學你們的東西 因為我知道 你們是很強的製作單位的團隊 然後我就想說 百人就不如一見吧 我就去會會你們 看看你們到底怎麼樣 經營這麼大的一個綜藝節目 然後 而且我現在我很會看歌 還沒有抽到 有啊 我有空還是會去健身啊 而且去那邊蠻好的耶 蠻好玩的 可是那個 三十幾個男生煮早餐的畫面 我真的覺得太好笑了 你覺得咧 我爸爸媽媽不愛看電影 OK 謝謝你